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客家人相当重视女儿的出嫁 在父母亲祝福之下 虽然百般的不舍 做舅舅的仍然要把十个富得 当成宗族最珍贵的嫁妆送给子女 在天原文化出版的德才庆丰年 德乡女人花超级富足密码 幸福跟着来都是家庭和谐 幸福圆满的好内容 请问老师 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灵感和悲心 把这些筷子人口的重书逐步呈现出来呢 好 这个 这么多年 我从年轻的时候写这个善书 写善文 我就是比较着重人生十五篇 那个讲的七分八数人也听不懂的 讲多无意 那么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 对人会有造福的 这些东西 对于社区灵理来讲 比较有它的建设性 所以当我写第一本 这个天原系列书籍 套集生命密码的时候 我就 把它很生活务实化的 带出来再用 这个很浅显易懂的 方法埋入其中 所以这十年多来呢 的确 好评不断 这个世界各地 这个 好事不断 是不是 那么 超级生命密码 写完之后 在2011几年呢 12年还是13年 所以 后面又有这个 换句话别说 写完一本怎么样呢 书籍啊 有一天吓死了 不是不是我还继续写 对不对 所以又给了超级健康密码 超级生活密码 也都是非常务实的书籍 那么 我的每一本书 我觉得 今天读者 他来买这本书 他能够因此获益 我觉得第一 解好缘 第二 不误众生 没有误的那个读者 对不对 第三呢 如果在这么样的 血海无涯的 这个 这个血海中 如果 有这么样的一个因缘 可以让他把重点 先借由我的文笔 他看到 我觉得这就是 好事一件 所以我不管在哪一本书 我都是 有意无意的 放很多水了 其实有些东西在当时是不应该写 一本出来的 但是 我们就是先斩 先斩后奏 那天地有好生之德 所以天地也就觉得 美其 这个事情吧 所以就一本本就出 所以 超级 不管哪一本书吧 你看超级健康密码来讲 这里面的书 是不是 多少都有点用 你说 我刚刚讲的什么 主体筋膜 是吧 用拉筋拉一拉 会不会好一点 好一点 是不是 那有没有全部改善呢 那就是 把这 大概 大体的意思搞清楚了 大概就搞清楚 但是为什么会呢 所以这就是要去细心的研究 但大方向对了 没有100分有75分 是 我 再次 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